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0人 当中包括多名儿童 另外有至少120人受伤 当局又公布袭击更多细节 只为数25至30名 身穿军服和戴面罩的袭击者 星期五坐多部汽车到清真寺 他们先埋伏在清真寺门口和窗户 然后引爆炸弹 并开枪掃射逃走的民众 由信仲指集击者边开火 边高叫真主伟大的口号 集击者除了向信仲开火 又向港道现场的救护车开枪 并焚烧车辆作为路障 截断清真寺对外的交通 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 但埃及检测部门说 集击者持有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旗次 当地传媒报道 清真展内大部分信仲是 苏菲派穆斯林 伊斯兰国一直将苏菲派视为异教徒 多次针对他们发动袭击 今次是埃及近年死伤最严重的袭击 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三日 埃及总统蔡西召开 全国反恐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他之后发表电视讲话 批评袭击是试图阻止 政府对抗恐怖主义 他将会以强硬手段回应 埃及军方公布片段 指他们派出战机同直升机 攻击相信是 袭击者所乘坐的汽车 并击毙车上所有人 NOW TV记者 各位 欢迎收看NOW 早晨 先看一些国际消息 埃及发生更代以来最血腥的袭击 北西内省一间清真寺遇袭 造成最少305人死亡 128人受伤 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 但当局指 袭击者持有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旗次 埃及政府宣布 全国哀悼三日 右派战机凶杂施 杂施者所坐的车 声称击毙车上所有人 和声正在关注 人们的乡尽 也在沙灵地 在沙灵地上 在沙灵地上